另外来看到佛光山桃园讲堂欢庆法宝节 义工们集体创作一万八千多碗的腊八粥 分送给市民 而住持也以幸运大师的新春法语 处世无畏和平共存来祝福大家 疫情当下能够无所畏惧 平安吉祥 香喷喷腊八粥加入八种特色食材熬煮 吃出欢喜心吃出佛陀智慧 桃园讲堂举办法宝节腊八粥公众活动 一万八千多碗爱心送到民众公家团体 以及弱势手中 谢谢 代表佛光山泰山幸运大师 带来这八十字处世无畏和平共存 我们要像老虎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对生命的力量 所以处世无畏 那要如何处世无畏 我想慈悲很重要 亲自送上幸运大师新春法语 处世无畏和平共存 在疫情当下鼓励大众无所畏惧 佛光义工集体创作分送暖心腊八粥 同时祈愿所有喝粥的有缘人 都能获得勇气与自信 在佛陀庇佑下平安吉祥 您这位是谢佩真 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يل 않았